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朋友们发现小音还带回来一个女孩 正准备招呼女孩一起玩 但是到了门口后却发现这个女孩不见了 转身回来时发现屋子角落居然有一个鬼影 几位朋友全被吓跑 小音洗完澡出来后发现朋友都走了 就在这时手机的主人小丽发来了一条信息 小丽便询问怎样归还手机 小丽说暂时让她保管一下 两人你来窝网就聊了起来 小丽跟小丽抱怨说她那里好冷 小丽告诉小丽她这边很暖和 还邀请她来家里玩 然后就看到一只女鬼趴在了小丽的背后 所以说你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时候 有些事还真不能下车 第二天小丽又发来了信息 告诉小丽自己的东西丢了 希望她能帮自己找一下 放下电话的小丽躺在沙发上抽了几口烟 就准备出门了 镜头一转 小丽身后的女鬼还在小丽身后爬着呢 根据小丽的描述 小丽很快来到了一个天桥 然后通过小丽发来的视频 跟着她的路线来到了一家屠宰场 她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是小丽听到有人进门的声音 于是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 引进哥带回来一名昏迷的女子 把她放在桌子上后 开始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 小丽趁引进男不注意时 准备开溜 但是半路被引进男发现 把她拦了下来 将其打晕 小丽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绑住了 一个尸袋还朝着自己的方向移动 引进男把袋子拖了过去 并且把里面的尸体拖了出来 正准备将其分尸时 弄醒了女子 于是引进男直接将女子杀了 看到这一幕 受到惊吓的小丽把腿就跑 但是他的一只脚却被绳子绑住了 背跑几步就摔倒了 引进哥直接把他拽了回来 两个人扭打起来 小丽在反抗时 扯下了引进哥胸前挂的钥匙 就在引进哥要对小丽下手时 周围的世代 开始疯狂地攻击引进哥 然后这里的鬼魂纷纷现身 将引进哥勒死 小丽也向小丽表示了感谢 这里的鬼魂 也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警察到小丽家 将死讯告诉了他的奶奶 可是奶奶却说 小丽正在和自己吃饭 警察一看 屋子里是空荡荡的 以为奶奶伤心过度 于是离开了 原来 变成鬼的小丽 放心不下奶奶 于是像往常一样 回家陪伴奶奶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石香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这部电影的小伙伴